拜日式對我的意義是一個 從哪裡開始就從哪裡結束的練習 從三次戰志開始也從三次戰志結束 那在整個拜日式的過程裡面 因為在過年的時候會做了108次 那會是一開始有點像是 永無止盡的練習 那歷史到最後可能開始放空 放空之後開始進入自動模式 那自動模式開始就會有些思考了 為什麼在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些 慢慢地從動作裡面去找到 你在這個地方的目的 就是可以放大到整個人生的旅程裡面 去感受你的人生整個練習 在新的一年裡面 其中我們經歷過了兩三年的疫情 很嚴格的考驗 所以可以活到現在都不容易 祝福每位同學都能夠越來越健康 透過練習讓自己身體變得越來越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2023年的108次拜日式 祝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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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倫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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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